据气象官员称 塞拉山脉大片地区发布了冬季风暴预警 预计从周二晚上到周三 那里的大雪将造成路段无法行驶 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克雷格·舒梅克表示 预计内华达山脉将于周二开始降小雪 而更大的降雪可能会在周三凌晨4点左右开始 预计阵风速度将高达50英里每小时 气象部门表示 海拔3500英尺以上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最大降雪量 从10到20英寸不等 其中普莱瑟线可能达到19英寸 Soda Spring和内华达线达到24英寸 计划前往该地区滑雪者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和路况 根据气象服务 以下高速公路可能会受到影响 80号周际公路以及50、89、49、88、44、299和26号高速公路 在湾区周三会有降雨同时气温骤降 有气象学家表示 东湾、丘陵、北湾、半岛和圣克鲁兹山脉的降雨量 可能高达四分之一英寸 三克拉拉山谷和圣克拉拉山谷的深度 可能约至十分之一英寸或更小 气温下降30到40华氏度